各位亲爱的童工们 弟兄姐妹们平安 感谢主 我们再有一个机会 我们来进入到复兴神学 复兴神学 神学就是跟神有关 神跟人有关 从神的启示来的一个逻辑 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思想 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所以复兴神学里面 就是帮助我们去理解 去知道从神的启示 还有融合他在人世间当中 他的一个掌管跟运行 还有带领所带出来的 所以复兴神学 我们又可以用另外一个名词来说 就是改变历史的大复兴 这一本书就是研究改变历史的大复兴 从这个里面看到神怎么样建立创造这个世界 还有一切的制度 然后铺陈神好像是一个导演一样 然后他是也是这个剧本的一个作者 人好像是里面的这些角色 还有这个剧情 所以整个历史在神的手中 然后神自己介入到这个历史 以至于人类的历史常常被神的手所改变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神特别有一个神奇奇事大能的作为 不是在个人而已 也在一群人 一个民族 一个社会 一个社区 甚至一个国度 甚至全世界 其实神最后的影响的历史 是全人类的历史 所以改变历史的大复兴 在进入到这一堂课的内容以前 也衔接上一次 上一堂课留下来的一些问题 我们要继续深入的探讨 我们先有一点时间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在天上的福神 谢谢你 谢谢你施恩怜悯 帮助看顾你自己的儿女们 主啊我们是你自己的儿女 是你的选民 是你的仆人 是你所选招 是你所呼召的 你所要使用的器皿 求主帮助 让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 从天上下来的智慧启示 帮助 让我们了解你的心意如何 让我们晓得你的计划如何 让我们可以快跑来跟随你 而且让我们奔跑的时候 是有定向的 让我们有属天的智慧 让我们明白怎么样 与主配合 与主同心 而且可以与主同行 来同父一二 主啊不让我们 随着自己的意识来奔跑 主啊让我们可以 与神在同样的一个方向 而且是连结在一起 让我们活着不再是自己 基督乃是基督 在我们的里面活着 所以求神教导我们 启示我们 光照我们 让你自己的话语 成为我们脚先在灯路上的光 让你改变我们这个人 让我们的心思意念 能够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以至于从我们的本心 从我们的良心 从被圣灵光照 内住与引导的 这个人流露出来的 乃是以基督的心为心 谢谢主 这乃是最自然的 这乃是最完全的 这乃是最彻底的 与神同活同行 与神同工 我们相信 必定得到美好的果效 而且将来可以与主同荣 或许在过程当中 要背着十字架 但是是与主同定十字架 也同背十字架 同行十字架路 将来要与主一同享受 天上的尊贵与荣耀 谢谢主 保守我们以下这一段时间 这样子的仰望 祈求跟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感谢主 上一次我们讲到人类的历史 不单单只是神跟人 神跟人之间还有灵界 这是很奇妙的 在神的创造当中 神 祂是造物主 祂造物主 从祂开始创造所有的一切 然后在神的创造当中 像我们人 还有这个地球万物 还有生物 植物 所有的这些活物 我们都可以把它称为是物质界 为什么呢 因为有物质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是好像感觉上是有实体的存在的 这个叫做物质界 所以神创造者 创造了所有的这些物质 而且这些存在的这个生物 植物 所有的物件物体 但是呢 在神的创造当中 还有另外一个叫做灵体 灵体 灵界 灵界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神如果摆在这里 祂按照祂的形象创造了 人 而且为了人的需要 祂设计了整个世界 宇宙万物 所有一切的舞台 围绕 成为人这个角色 所有的这个布景 跟配套 然后呢 下面还有一群被造的 叫做灵界 那这个灵界呢 就是天使 那这个天使呢 当中也有等级的 所以有天使 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 记载的天使当中 加百列 就好像是天使当中的文章 文章 米迦勒 好像是天使当中的五官 所以呢 去传报信息 去显明启示 好像是加百列的工作 他出现 好像是传递 传递信息 但是呢 在树林的征战上面 那个好像是米迦勒 Miguel 或者是Michael Michael 就是大而有能的 一个好像战神一样的天使 那当然他们下面 有许多的众天使 还有呢 还有一位天使长 就是Lucifer Lucifer 他是天使长 他呢 也就是 好像三位天使长当中的总长 但是呢 他堕落了 他堕落了 好 那先等一下我们再讲 这个过程 所以在整个人类的历史当中 在神与人当中 再加上呢 有被造的 被造的这个灵界 那本来这个灵界的存在呢 它就是一个仆役 仆役 所以神在这里 我们是神的形象 好像是神的儿女 所以国王王子 还有下面的这些奴仆 那我们从圣经里面的记载当中 我们知道 在这个灵界里面呢 本来这个次序是这样摆的 但是呢 因为魔鬼撒旦 他堕落了以后 他自己本心里面发出的一个恶 就是说 哎呀 神托付我做这么多 这么多的事情 而且我的能力这么强 不管是音乐 不管是知识 不管是行政 不管是管理 好像 他的资源充沛 他自己的能力 而且他被造的时候 是极其的荣美 也是神的种子 所以父跟子的关系 就是从谁而来 就称谁为父 然后从他而来的 这一个就称为子 所以圣父 圣子 圣灵的关系 那个圣子 就是指到这一个相生的关系 或者是共存的关系 那灵界里面也是神的种子 我们人更是神的儿子 而且更进一步 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 那这个天使长 当他堕落的时候 他抵挡神 那个罪已经定了 所以在圣经里面的 这个西伯来书的二章十六节 圣经里面的西伯来书 二章十六节 这边我们稍微看一下 这边讲到有关于天使 有关于天使 这边讲到圣经说 神并不救拔天使 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 所以圣经讲到天使犯罪 神没有拯救他 没有预备救恩给他 彼得前书的二章十节 这边也有另外一个地方 一章记载到天使 抱歉 彼得后书 彼得后书二章十节 就是天使犯了罪 神也没有宽容 曾把他们丢在地狱 交罪黑暗坑中等候审判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看到 天使他犯罪了 他犯罪的那一刻 面对神绝对的公义 在绝对的公义之下 公义就是有罪必罚 有罪必赏 绝不寻思 而且一事不苟 这是绝对的公义 所以天使一犯罪 他的命运已经定了 就在地狱里 但是呢 为什么神给人有这个救恩 那我们可以想一个比喻 用一个比喻来形容这个关系 从神跟人还有天使的这个关系 好像呢 有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里面有一个大臣 那这个大臣呢 他叛变了 他叛变了以后呢 他想要自立为王 因为撒旦他所犯的罪 就是脱离他的本位 而且他至高至大 他就觉得 哇我是一人之下 万万之上 那万万之上 那只有这么一个人挡在我前面 虽然他是我的创造者 但是呢 我看他很多事情都交给我了 那他能做的几乎我都能做 所以呢 事实上 我跟他并没有什么差别 然后他的内心起了一个意念 我跟他是平等的 甚至我也可以称作神 所以呢 他这个是越权的想法 越过他的本分 所应该有的一个念头 所以呢 从这个点上 他就堕落下来了 就坠落下来了 被击打 那你知道 一个叛军 他是没有办法跟国王来对抗的 他打不过这个国王 因为邪不胜正 而且呢 神是他的创造者 他既然能够创造 他也能够毁灭 他可以让他消失 或者可以重新塑造 所以呢 他事实上是没有能力来挑战 不管他的能力再大 创造你的 他有这个主权 而你没有这个创造的能力去创造他 或者去改变他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知道他的命运已经定了 罪已经定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 他唯一能够让自己苟延残喘的 一个办法 这个办法呢 我们可以说 也是我们常常在世界上看到的 就是他去找那一个最软弱的 而且是这一位国王 就是神眼中看为最宝贵的 他 我们举个例来说好了 就好像绑架一样 一个国王那么强而有力 那么有权柄 但是他的儿子可能是软弱的 他的孩子们可能是无知的 他的孩子是年幼的 所以呢 魔鬼他没有办法向神挑战 但是呢 他罪已经被定了 那唯一让自己延续拖延的一个办法 就是来捆绑人 把人给绑架了 那用什么方式 用欺骗 用拐骗 或者是用恐吓威胁利用 所以从圣经的创世纪 我们看到撒旦来欺骗夏娃 夏娃的软弱 以至于他上当 所以不管他是用强迫的命令 我说你做 或者是我建议你照着我的建议做 或者是骗你 给你一些提议 你觉得不错 你也认同 不管是各种的程度 反正在灵里面有一个律 你听谁的话 你顺服谁 你就变成他的努力 所以本来神在这里 人在这里 天使在这里 然后天使叛变了以后 他来欺骗人 人听了他的话以后 人就被压下去 他上来了 所以现在的人类世界里面 似乎有一个这样子的现象 创造万物的主宰 神在这里 灵界在中间 而物质界被压在下面 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所有被造之物 都浮在那个虚空当中 在做叹息 为什么 本来受造之物 是与神连结的 是与神直接有关系的 神赐给他们气息养育 而且有新鲜的 不断的供应 所以被造的万物 在神的掌管当中 是欣欣向荣的 是完美无缺的 但是呢 自从神把万物交给人来管理 然后撒旦骗到了人 他骗了夏娃 然后夏娃又提议他的先生 他的先生亚当也跟着他 他被约吃了这个善恶果 然后毁约离开了伊甸园 离开了神 撒旦就介入 所以撒旦可以捆绑人 也捆绑了神所交给人的万物 所以地受了咒诅 开始跟人作对 万物受了咒诅 开始不听人的话 不听人的管理 也开始叫人泪流满 汗流满面 才得虎口 而且呢 所有的野兽 开始会伤害人 人也就离开了神原先的次序 所有的祝福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这个绑架 人被绑去了以后 怎么办 怎么办 你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不是 稀里呼噜的 把绑匪跟你自己的爱子 你的孩子们 或者人子一举消灭 因为那样子太粗鲁了 同归于尽 所以一定有一定的时间 要把你的孩子给救出来 把你的孩子给拉出来 等到人子救援成功以后 再来彻底的好好的消灭这些绑匪 这些可恶的匪徒 所以圣经里面的结构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从人在一定里面犯错了以后 整个人跟世界好像被他捆绑 捆绑了之后 神拆他的儿子来 或者是用各种的方式 在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以前 在旧约用献祭的方式来提醒 神有方法来让你回来 所以其实我刚刚还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就是说天使没有救恩 那为什么人有救恩呢 当人犯罪的时候 神来问亚当 亚当很多人批评他 就是说他不认罪 然后找借口 当然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了自我防卫 我们自我辩护的时候 人会把这个责任推开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他所讲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因为亚当说我好好的 我没有故意要犯罪 那就是因为那个夏娃她跟我讲 所以她给了我一个建议 那我可能一时不察或者一时软弱 或者我一时 本来应该是先生要保护妻子 我没有尽到这个责任 那妻子讲的话 我又有点软弱欺管眼 就听了她的话 以至于呢害了我犯罪 所以呢 我不是主动去犯罪 我不是主动针对你 我不是主动要跟神唱反调 我是因为忘了面对你 我只有面对他 听了他的建议 结果没有想到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 所以问题还是出于他 你要同情我 你要怜悯我 是有这个原因的 我想这有一点道理 人不是主动的犯罪 因为主动出于本心里面 出来的罪 罪就这么定了 但是因为人是 因为好好的一个人 有一个被动 有一个主动的一个刺激 或者是诱惑进来 然后呢 人在这样子的情况当中 对 错 对 错 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 因为这个选择上当了 那个罪就进到人的里面来了 人就被缠上了 好像是罪会追上人 罪有个陷阱把你绑住 所以呢 去问亚当的时候 亚当这么解释 去问夏娃 夏娃也是神所造的人 神造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所以去问夏娃 夏娃也说 我也不是自己要犯罪的 是因为那个蛇啊 那个蛇害我啊 他来诱惑我 他来提议我 那我只是搞不清楚 我就听信他了 所以我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 我就吃了 所以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犯罪了 那神呢 就把箭头指向那个蛇 蛇呢没有办法辩解了 因为呢 他就是自己犯罪 你为什么要犯罪 我 我就是犯罪了 因为 我的心里面有骄傲 我的心里面不服 我的心里面不满 我的心里面 想要跟你同等 我想要甚至超过你要窃取你的荣耀 我要 拿到这个 天下一统唯我独尊的那个地位 这只是一种 狂妄的 这个 撒旦的一个 一个骄傲自大的心 从里面出来 所以撒旦 蛇被咒诅了 用爬的 吃土 但是呢 人呢 被赶出去 好 所以因着 人被动的一个犯罪 神的公义当中 是很严谨的 既然 你有一个错误的刺激 或者是 建议进来 你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 而选出去 那现在呢 我再给你一个机会 就是我把一个好的建议 把一个好的条件 把一个好的讯息 启示 跟机会给你 如果你愿意 再做另外一个选择 选 回来 那就扯平了嘛 对不对 就扯平了 公不公道 公道 好 我觉得 这就是神的一个 特殊的一个怜悯 他是非常的精准 在信实的神 公义的神 当中 所给人保留的一个机会 所以从他们离开了 伊甸园里面 神让他们有献祭 透过流血的献祭 来代赎 洗净他们的罪 以至于他们可以再回来 所以献祭有一个意思 一头羊 没有犯罪 是最善良的一个代表 无罪的羊 但是也成为代罪的羔羊 所以献祭的意思 其实也就是神在教育人 神在教育人 所以中文字 中文字很特别的 中国文化 我们是散足的后裔 所以我们很多的文化 五千年的文化 追溯起来 是跟圣经的旧约 有很紧密的连结 我们现在就不讲 我们过新年的很多习俗 是根本跟犹太人过 逾越节是有很密切的关系 因为全世界只有中国人在贴门脸 而门脸一定是红色的 还有门绳 所以这个红色不是大吉大利 这个跟玉月节里面所说的涂羊血 在门楣上是完全一致的 而且他们说到灭命的天使来 审判的天使来 因为看到了就pass over 就玉月节 中国人讲到 为什么要有门神 为什么要放鞭炮 为什么过年要守睡 因为那个是一个很恐怖的夜晚 因为年是怪兽 从山上下来要吃人 所以放鞭炮把他下走 然后呢 早上起来 过了这个年 过了这个年危机度过了以后 大家说万幸万幸 你好我好 这个就是恭喜恭喜的意思 犹太人呢 在神要带他们出埃及的那个夜晚 因为有pass over 有玉月节 所以他们平安了 打开门 你家没死人 我家没死人 万幸 为什么 因为同样的一个时刻 整个埃及全地的 每一家家户户都死人了 长子都死了 为什么 因为没有救恩 没有救赎 好 所以我们回归到这个玉月节的羔羊 或者是神给人第一个方式 献祭 就是当一个人犯了罪 他不知道罪的可怕 他也不知道罪的后果 神为了要教育这个人 也要让人知道神的救赎 跟神救赎的方法 所以找了一只最善良的羊羔来 然后把手按在羊的头上 按在羊的头上 等一下 暂停一下 我再把它倒转过来 中国字里面讲到贪婪的兰 这个字 贪婪的兰怎么写 因为你怎么去表达一个内心很隐秘的那一种贪念 或者是内心里面的那个不守本分 不应该是属于自己的 而想要切为己有的那一个意念 蓝是一个木 两个木 双木 零 然后下面一个女人 所以这个字就是很抽象的 很传神的 把贪婪的这种心意给表达出来 我们会觉得很奇怪 一棵树 两棵树 一个女人在当中 这代表什么 中国人怎么会 我们的老祖宗在象形文字 怎么画下这个图 用这个图就足以说明 人所有一切的贪婪 所以其实你要解释 你非得回到旧约的圣经里面看到 原来第一个木是生命树 第二个木是散乐树 这个女就是夏娃 夏娃站在这两棵树的时候 撒旦给她的声音搅动她的心 以至于她的心里面 接受了撒旦那个不守本分的 或者是月权的 或者是想要与神同等 因为撒旦说 你吃了以后眼睛明亮就跟神一样 那人跟神就是不一样 因为我们是有限的 祂是无限的 我们祂是全能的 而我们有很多是有软弱的 所以这个就是不同 怎么可能平等 所以当你接受了这个建议的时候 那个有个贪念 不应该是属于自己的 就近到心里 所以那是一个图画 好 那我们再回过头来 我们刚刚讲到献祭这件事情 中文字里面的另外一个字 就是公义的义 公义的义怎么写 上面一支羊 然后下面一个我 然后我的头顶上有一支羊 为什么一个人头顶上有个羊 叫做义呢 义就是什么 犯罪的叫做罪人 然后没有罪的就是义人 义就是对的 right righteousness 就是对的 公义的公正的 就是准确的 对的 没有偏差的 没有矛盾 没有冲突的 就是义的 那所以这个义 其实不是把羊顶在头上 那个义的意思 其实中文就是一个很美的 一个献祭的图 回归到圣经里面 我们才能解释中文的这个字 当一个人犯罪 他把手按在羊的头上 代表我的罪过祭到他的身上 好 过祭给他之后 他来代替我承受这个罪的心法 什么心法呢 第一个把他捆绑起来 失去了自由 所以罪叫人失去自由 第二个要把他切开 切开很痛苦 破碎 撕裂 第三个血流出来 你知道血代表生命 血流光了就死了 所以呢 一个人犯了罪 你的生命就会亏损 就会流失 慢慢的消失 到最后呢 你的血流尽了 你也就为了这个罪的缘故而死了 所以这个羊切开痛 流血到最后死了 还不够 因为他身上是污秽的 所以还要点火 来把他焚烧洁净 哇 所以你看 受尽所有的煎熬 而且这个火 洁净的时候 好像是地狱的火一样 又是一种刑罚 把他烧尽了以后 又像是在消毒的整个过程 所以当这个犯罪的人 他看到整个 触目惊心的过程当中 你想想看 如果是这个罪人 他会得到什么样的教训 他会做何感想 是不是 他的内心里面 开始会感受到 哇 可怜了 他没有犯罪 为什么受这个苦 本来这个是应该我受的 现在落到他身上这么苦 那如果是我来受这个苦 我受得了吗 所以当看到羊承受这个罪的时候 看到羊被切开 在那边全身挣扎 而不能逃脱的时候 他就知道那个严重性 然后看到流血 咽咽一血 还要点火把他烧死 这么残忍的刑罚的时候 他流下眼泪来 我错了 我不敢了 我再也不能犯罪 我也不愿意再得罪神 而且我付不起这样子的代价 今天神透过这个过程来提醒我 机会难得 而且神在给我一个更新的机会 千万不要再犯罪了 所以经过这个献祭以后 人对罪有很清楚的认识 对神给我们的救恩 有一个很大的珍惜 而且对神用代赎的方式 来赎我们的罪 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了解 所以中文字的义就是这么来的 当人把祭物放在祭坛上 点了火 献了祭 人跪在下面 然后那个烟上腾 到神的面前 神闻到了这个 了解了人已经照他的吩咐 献了祭了 人的内心也得到了这个光照 而且神将来要透过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面的代数 这个计划也已经超越时空 超越时代的 用不同的形象 用不同的方法 来启示在人的心里面 人也接受了 这一个神的安排 神的计划 神的救赎的方法 所以他愿意顺服这个过程 完成这个献祭 所以在救约献的祭 就等于是新约 信了耶稣一样 同样的 所以当人俯伏在神的面前敬拜 献完了这个祭 神悦纳了 赦美了人的罪 除去人一切的亏欠 罪人就成为义人 所以当每次看到中文字的这个义 这个字的时候 就提醒我们 好多好多神学里面 树林的启示 中华民族应该是神所拣选的民族 中华民族是神所爱的一个民族 在中华文化当中 神放了太多的启示暗示民事 你循着这个脉络你可以找到 我们本来神州大陆 中国人的这一块土地 是敬拜神的 是有神的 不是无神论 不是异教的 不是拜偶像的 不是佛教 不是印度教 不是回教 我们是属神的 属神的 独一的真神 圣经所讲的这位神 也是中国人的神 好 所以今天我们回过头来来看 临界的这个事情 天使他没有救恩 但是神给人有救恩 偏偏人被魔鬼撒旦所捆绑 所欺骗 神用很多方式来进入 深入到敌后 派出特遣队 所以呢 天使 先知 甚至耶稣基督自己来 所以好像那个葡萄园一样啊 他派 那个家族派工人来 工人来 一个一个 然后呢 有的被接受 有的被拒绝 但是到最后 逼不得已 神自己把儿子拆下来 那其实我们知道 所谓的神的儿子 就是神自己 道成肉身 神自己来 最后要与人面对面 跟神所创造者的面对面 去最诚恳的呼吁 最敞开的来启示 所以呢 神就是进入到敌后 深入敌区 然后呢 把属于他的人 把这个福音给他 把这个机会给他 所以还没有律法以前是用献祭 有了律法以后 就守律律典章 然后呢 到新约耶稣基督来了 就是信耶稣 然后之后 圣灵降临下来 我们还会得到 圣灵的印证跟平均 所以这个整个一套 都是神 从整个人类的历史当中 所做的救恩救赎的工作 唯一的目的就是 要让所有的神的儿女 因着被动的犯罪 做了错误的选择 能够再有一次的机会 做对的选择而选回来 但是有一个问题 机会给你了 有的人愿意选择回来 有的人却拒绝 拒绝 这个呢就在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这边所讲的 非常的清楚 这边讲到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我们耳熟能详 我们都知道这一节的经文 那很多的人说 那基督教好霸道 为什么信你就得永生 不信你 你就把我推到火坑 就把我推到灭亡里去 那我能不能选择 我不上天堂 也不下去 让我be myself 就不信 不信 你是你 我是我 有没有这样子 有没有这样的地方 你不要跟我讲 我也不信你 但是呢你也不要来罚我 要不然的话 只要你一出现 那我就逼得我非得做选择不可 是这样吗 没有 我们看上下文 约翰福音的三章第十七节 他说 因为神差他的儿子 将士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信他的人不被定罪 不信的人呢 这边讲到 罪早就已经定了 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全人类 自从亚当夏娃受骗上当之后 人就开始从乐园的历史 走向灭亡的历史 走走走走到挪亚方舟的时候 那真的是恶贯满益 所以整个全人类被经过一次的大审判 洪水以后 只剩下挪亚 妻子 三个儿子 散寒雅夫 三个媳妇 总共 剩下一家八口 所以你看一家八口 中文字里面讲的船 人类第一个浮在水面上的器具就是船 这个船怎么写 一个方舟的舟 上面呢 不是九个 不是七个 不是五个 就是八口人 这八口就是这一家人 挪亚 妻子 三个儿子 三个女儿 所以八口人在一个方舟上浮在水面 中国人把它画起来 这个东西叫做船 好 所以呢 那个时候全人类只剩下一家人 而这一家人在延续下来的全人类 当中 从散族当中 以色列民族被拯救了 但是散其他的后裔 雅夫跟韩 他们又远远的离开神了 所以呢 透过这个旧约之后到新约 福音怎么样传遍再到全人类 因为这三个孩子变成万邦万主万国 遍布到全世界 所以圣经里面讲将来神的拯救 神的复兴 神的这个覆盖面 是万民 而且是到地极 所以从人种来说是全人类 从这个范围来说是全世界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三角形的图 就是说神在这里 人本来在这里 灵界在这里 但是因为灵界的欺骗跟悖逆 之后把人翻转下来 所以现在呢 很多的人在这里的时候 把灵界都当成神 因为他拦阻人与神的关系 很多人把灵界里面的 不管是鬼啊 仙啊 佛啊 或者是死人的灵魂啊 或者是妖精啊 或者是什么传说 邪灵会扮演很多的角色 他会欺骗人 就把他当成神 好像 会灵验的 存在的 都把他当成神明来拜 其实是错的 我们要更进一步 我们所谓的神是阿爸父神 是在天上与我们同在的神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可以再看到神的心意 最后是要恢复最起初的创造 灵界 最后还要回到他的仆役的位置 人被拯救回来以后 恢复成为神的儿子 神在这里 神的儿女在这里 灵界再把他翻过来 翻过来 所以撒旦抓人抓得越久 他就活得越久 但是等到福音完全传遍 在《马太福音》24章14节 那边讲到福音要传遍全天下 向望明做见证 但是不代表全部人都信主 全部人都有机会听到福音 而且他们有机会做选择 而且能够选择 愿意选择 愿意相信主的人 全部都信了 那不信的人呢 他被捆绑太久了 以至于任贼作父 那最后只好在审判魔鬼撒旦的时候 欲食俱焚 同归欲尽 那是非常可怜的一件事情 所以神已经尽了他最大的能力 来完成这个计划 我们也在这个计划当中 被神兴起来使用 那整个这个计划的流程当中 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作为 就是复兴 复兴 复兴的动能 复兴的条件 复兴的过程 那我们接下来 在下一堂课 我们再来思想 好 再来思想 神的这个拯救 神在人类世间的整个历史的这个故事 他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拯救人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在天上的父神 谢谢你 让我们知道 从创世以来 整个历史就在神的手中 而且这个历史 不单单是人与神之间的历史 还有灵界的一个掺杂在里面 而神要介入到整个历史当中 要来解决这个很棘手的一个很棘手的这个困难 或者这个问题的时候 神动用了很多很奇妙的方式 而形成了一个真的是戏剧张力非常的强 而且是高低起伏 生死存亡 真的可以说是爱恨情仇当中 千丝万缕 人与神 神与人 还有灵界之间 种种的复杂的这些过程 互动的影响 产生了现今我们所看到的所谓大千世界 所有的一切的征战或者是影响跟发展 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一个属灵的智慧 可以明白这么复杂的结构跟关系 但是用最简单的方式 让我们有个很清楚明白的概念 让我们今后再服侍你 让我们今后再宣讲 或者今后我们在规划我们的人生的时候 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我们的定位在哪里 我们的作用是什么 我们在神的面前所领受的子分 跟神要我们去成就的 怎么要去配合神的旨意 神的计划来成就 求主听我们的祷告 继续的带领我们 与我们同在 感谢主 赞美主 奉靠住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